目前全港有百多間空置校舍 有社企申請將校舍活化 推廣有機更種等等 1961年創辦的元朗祝慶公立學校 左右兩排校舍採用傳統金字頂單層設計 各有三間課室 中間的校舍兩層高 是區內少有兩層高的鄉村學校 1969年電影 《二女是我們的》曾在取景 到1993年因為修生不足停辦 二、三 開工大家 空置了二十多年之後 將會有全新的面貌 有社企甲年獲政府批出用地 以二百一十萬資金作前期規劃 預計年底動工將舊校舍活化 主要是用有機耕種去做一些教育上的工作 另外一些長者休閒 一些認知障礙的訓練都會有的 這間課室經活化之後 會在一間室內有機間種室 種植士多啤梨和蘑菇等 也會開設貓貓圖書館和收養被遺棄的動物 全港現時有過百間空置校舍 地政總署去年獲立法會批出十億 接受非政府組織申請短期遭用 並協助活化 目前批出十一個項目 涉及八千七百萬 有廢節的校舍 亦都有一些空置的政府土地 其實那些項目都非常多元化 因為我們這個計劃 其中一個特點是想給非政府機構 發揮民間智慧 看看如何用好這些地方 他說短期租約普遍是兩至三年 如果土地未被用作長遠發展 租期可達七年 無線電視記者李慧兒報道